哈喽,好久沒見了,好掛著你 你知道嗎?我們可以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一起跑步,一起打機 這些都是可以的啦 好掛著你,你多了,好久很久,回來了 許久未見的同學,時隔三年的擁抱 這是日前香港縫隙第一小學中發生的一幕 隨著香港與內地全面恢復通關 香港由2月8號起,開始有序恢復跨境學生 每天從內地往返香港參與面授課堂的安排 對香港小學生顏其澤來說,和好朋友和其樂的這個擁抱 他等了足足三年 就是三年沒見,然後就是很激動很激動 然後發現他自己變胖了 我們每天一起玩,然後一起聊天 然後反正就是無話不聊的那種 我們有在網上就是微信聯絡 估計也有三年了,大約 我三年沒來,就是從小學二年級的時候到現在 就是一直都沒來,今天第一天回來 好了,不見 有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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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來了 對呀,對呀,對呀 和何其樂一樣,趙志成也是一名深港跨境學童 所謂跨境學童,是指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在香港上學,平日卻居住在內地的學生 據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數據 現有約三萬名跨境學童,其中約九成居住在深圳 自2020年初,受疫情影響 這些住在深圳,學在香港的深港跨境學童迫於無奈 告別了香港的校園和課堂 如今,他們重返香港 久違的老師和同學給了他們最溫暖的歡迎 三年沒有上學了,沒有來香港上學 近代同學的心情是特別開心,特別興奮 今天是我第一天來到學校 看到同學們和老師都在校門口歡迎我們 還做了一些簡報歡迎我們 我覺得特別開心,特別溫暖 然後學校也很歡迎我們 建了一個展板給我們,去歡迎我們 然後呢,害怕我們丟失一些幾年前的東西 學校還專門為我們補辦了一些千道卡之類的東西 除了能見到許久未見的老師同學 對於上了三年網課的跨境學童來說 面對面授課和親身參與豐富多彩的校園活動 也是他們盼望已久的 在二年級下學期的時候 然後學校通知我們就不能每天回來上課 要去上網課了 就不開心了,因為就不能見到同學 然後有些活動也參加不了了 當時就是一二年級 我的體育老師準備在我四年級的時候 讓我參加田徑隊 但是因為這個疫情原因 讓我就不能過來參加田徑隊了 每天七點半上網課 上網課就只能看見屏幕前的同學 就覺得特別無聊,上課也沒有那麼精彩 而在面授課這裡可以和同學們見面 學習的積極性會更高 氛圍感也會更好 面授課程能夠更加生動有趣 有問題可以及時問 然後也可以及時回答 可以讓學習的樂趣性會更高 能學到更多的東西 香港封溪第一小學校長朱瑋琳介紹 目前該校大約有700餘名學生 其中跨境學童就有200多米 隨著香港與內地全面恢復通關 截至2月8號 該校返港參與面授課程的跨境學生 就有100多米 為了讓這批學生更好地適應香港課程 學校也對教學活動做出了特別的安排 在2月1號還有2月6號等等 也做了一些特別的早會 我們的同學唱歌歡迎他們 讓他們比較容易地 適應學校的生活 我們特別地安排一個長個小時 時間25分鐘 就是唱這個環境 讓他們同學在校園裡面走一走 走一走啊 玩一玩啊 就是多地交流 還有就是在課堂方面 我們做一些調適 就是一些課堂 要多做一點小組的討論 就是讓他們可以多一點點的互動 還有就表達他們意見等等 在我們放學以後 提供不同的多元活動給他們選擇 他們可以留下來活動到私人辦 當那個交通安排好了 就可以讓他們在活動以後做第二層 第二輪這個跨境學生 下午快要維持下去 隨著香港有序恢復 跨境學生返港參與面首課堂 成千上萬的跨境學童 也將結束為期三年的網課時光 繼續開啟他們新一年度的求學雙成績 2023年我都希望可以拿到好成績 然後上一個好中學 期待能學到更多的東西 學習能變得更加好 中文字幕提供